嗨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昆士郎小生意投资移民是怎么样一个回事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呢来问这个问题说 到底说他这款签证的是哪一种的签证类别 这款签证的首先他是属于昆州的州政府担保的类别 491的类别 那么他要求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 你必须要在澳洲 也就是说什么人会最符合这个条件 大部分的话你是一个毕业生 那么他对你是否是毕业生 是在澳洲的毕业生是没有要求 没有条件的 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有没有可能那个学生的话 你可以考虑毕业之后来做这款签证 所以你现在如果说正在毕业 或者说准备毕业 或者刚毕业一年这样子多时间 你可以考虑这款签证 这款签证的话是有永居的 那这款签证有什么要求 首先你的职业的话呢 是你有60分打分了 65 points 一般来说如果你现在能够65 points的话 然后公司已经购买的话呢 就是可以符合这个条件 当然你有positive skill assessment 就是技术评估 然后45周岁 然后雅思六分 OK 然后的接下来你要满足的一个条件呢是 你有什么prior business experience qualification successful run the business 啊 or have been involved with the business run 就是说你有过去经商的或者说你学的专业跟经商有关 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解释 OK 宽泛的一个解释 总的来说任何跟任何有读的专业我认为都是可以有就是prior business experience 然后任何比如说你你中学的时候卖个书 我看也是prior business experience 看你怎么说了对吧 所以是非常非常flexible一个一个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是你在申请的时候呢是怎样 必须on a visa and out full time work and operation OK 所以就是说当你申请的时候呢 你的签证必须有全职工作能力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毕业生 那么你有485的这款签证 那么你就可以申请了对吧 但是如果你只是是500的这个签证目前还是大一大二 目前你还不能申请这一款签证 那么和purchase existing business 这个business啊 必须是operating的啊 exiting business就是已经在做了啊 他也不能是startup startup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创业公司 创业中在家工作或者在garage工作的 在自己的工作的 就是在自己的车库工作 这个是不行的 然后的话呢 这个这个cost这个公司的话呢 你至少他销售的价格是110万澳币 并且呢你要百分之百啊 百分之百就是你不能跟人合伙啊 或者怎么样子 那个company要trading for six months 那个company要trading for six months 但并不是说你要trading for six months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 criteria companytrading意思就是你购买这家公司 本身他已经经营六个月以上啊 而不是说你经营这家 你可以是今天购买的这家经营 然后明天递交 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你需要请一个工人 那请一个工人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你目前购买的这家公司本身就有请一个工人 就很简单 你一个pay sleeve开出来就可以了 OK 然后evidence sufficient fund 就是你有钱可以在澳洲没有困难的生活 那当然这些公司这种公司的话呢 是可以申请的 我们目前呢有几家公司跟我们联系 还是比较好的几家公司 如果你们有这方面需要的话 可以直接联系我 他们这几家公司的话 我们因为confidentiality的原因 我们不能透露他们的公司名字 总的来说其中有一个公司的是他是给儿童就是学习 是一个这个培训机构 学习怎么样子儿童来进行这个coding 第二个的话就是制作这个标签的这个公司 还有一个呢就是制作这个车后尾便的那个脱车的那个部分的公司 总之有没有好几家公司呢都符合这个条件 而且也都在昆州的regional昆州 那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请你联系我 当然他这个最低的要求呢是10万澳币 只不过有个公司的生意的话 他可大可小 就是他购买的金额也不一样 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呢 可以在这方面寻找看索 当然你不一定说是比如说我们有推荐啊 然后你像我们像这些购买 并不是这样 如果你看中别的公司 比如说别的企业 那么在偏远的地区 然后他已经进6个月以上也请了一个人至少 那么你是可以考虑说如果这个公司合适的话 你是可以公司向他购买 如果能想实现那个投资移民 sorry 移民的这个路线 当然在申请的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是学生 只不过呢在递交递交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有全职的工作能力 也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至少一个 graduate visa 485 ok 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 你今年这个四四九要的还没有发完 如果你们就是截止到六三十号还没有发完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就应该马上跟我联系 在截止日期之前马上跟我联系 好 今天我先这样 拜拜 拜拜